大家好,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我是一号解说员思思 木星是太阳系中最难以置信的存在之一 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是无比巨大的 它的赤道直径是88846英里 质量是太阳系其他行星总和的2.5倍 它的磁场是地球的2万倍 木星拥有一个独特的大气层 由隐藏在它极端内部的漩涡云带组成 但这颗巨大气体行星最不悬长之处在于 它巨大的红斑 地球上的气旋直径可以增长到1000英里 1609公里以上 产生的破坏性风速达到每小时200英里 322公里以上 可以在几小时内摧毁整个城市 但是木星上的巨大风暴 使得地球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气旋看起来都很弱 大红斑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反气旋 在南半球以逆时针方向旋转 它大到可以吞没整个地球 大红斑就像一个热带气旋 它的中心会相对平静 但在远离中心的地方 风速达到了每小时425英里 如果我们能在这场风暴外援的内部天移下 那将是难以置信地毁灭 这场风暴可能已经色略了300多年 但没人知道它第一次出现的时间 最早观测到木星表面 巨大红斑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7世纪 但是天文学家们不确定这是否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同一个红斑 这场巨大的风暴位于两股猛烈的喷流之间 喷流以巨大的速度向往相反的方向吹动云团 像一个旋转的轮子夹在两个传送带之间 因为木星不像地球那样拥有固体表面 所以反气旋可以一直增长 不会被陆地削弱 沿着这些狂野极楼移动的较小旋转风暴将被大红斑吞噬 从而增加大红斑的体积和能量 这些因素被认为给这样一个巨大风暴存在数百年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究竟是什么驱动了大红斑仍然是个谜 研究这场风暴的科学家们也注意到 它在变远的同时体积也在缩小 当大红斑第一次被发现时 它的大小足以吞没地球上三个行星的范围 估计超过25000英里 但现在它只有1万英里 16093公里左右 据科学家称 如果它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缩小 它将变得更远 并可能在未来20年内消失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天文的小知识 记得关注我们哦 我们下期见